姜濟 所以他要下去了嗎 阿伯你快點啦 時間內好不好 好 三秒鐘 哈囉哈囉 我想 我現在想要講一點大家可能 在場應該都是Linux的Heavy User 那我想講一點也許一般人 比較少碰到的東西 就包括比如說 你如果說忘記Windows的Password的話 事實上呢你可以 在那個幫助然後開啟 然後之後你點桌面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就登入了 就登入啦 你根本不用密碼就可以登入Windows 所以我今天講的東西呢 是Windows Vista 有可能嗎 不可能 對我今天要講的是Hard 或者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聽過 我 還有嗎 喔酷喔酷喔酷喔太酷了 對它是Gnu System Gnu基金會我想應該大家都知道 它是Gnu 他們在27年前 就開始希望 能夠 等一下不好意思喔 27年前 27年前跟我一樣大 就開始希望能夠 能夠開發系統 那我因為 某天在網路上面搜尋著一個神秘的資訊 然後就進了時光隧道就看到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對Open Source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所以我就對這個東西 像是瘋狂崇拜者一樣 想要去Touch它 對 可是不要像那個大腿中間那隻手 那太不理貌了 那至於Hard 目前的進度大概是 這樣子的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對 非常非常慢 因為呢它知道快沒有用 快會像把力量撞壞 所以他們過了27年 現在還是一個 不可用的階段 對 那Mark的話基本上 它是Gnu System 就是Hard 這個System的核心 那Hard 它的 Mark這個Kernel 應該有人用 Mac的會聽到 就是它的Kernel 就是Mark去改的 不過 Mac的Kernel拿Mark去改完之後 它們是非常非常的邪惡 沒有放出任何的 它有放出Open Source 可是你不能夠 re-distribute它 所以說你跟看不到的 晚餐是一樣的 那 那Mark這個東西 跟一般的Linux Kernel是不一樣的 它是Micro-Kernel 一般的Kernel Linux Kernel的話 是什麼東西都包成一圈 那Micro-Kernel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 微核心 加上非常非常多的 Service 的Process 去構成一個完整的Kernel 應該給你的環境 所以說你外面看起來是一樣的 可是 當你一直一直不斷去放大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裡面非常非常非常多奇怪的東西 好 那Linux為什麼會成功 就是因為 它先吹了蠟燭 最早最早最早 在他們Gnu開發系統的時候 Maha還離成熟非常非常久遠 這時候Linux核心比較成熟一點 所以說他們就直接把Linux核心 跟Gnu的這些Tools 合起來變成所謂的Gnu Linux 雖然說有些人可能不 不喜歡這個名字 對 那他們自己的 他們自己目前完成東西 都是一些Tools 像LS MKDIR 或者是TOP 或者什麼這類的東西 他們缺的就是核心 然後 那經過27年 他們還是一樣自得其樂 對 那甚至 MSR 還考慮 他自己要把自己燒掉 要把這個HUD的計畫毀掉 在2002年 2005年 2006年的時候都考慮過 不過現在 事情有一些轉機 他慢慢慢慢的 在跑著 一分鐘 在有一位人士叫做Yuppie 不是Chuppy 對 Yuppie加入之後 他把很多很多的東西都修好 包括原本連LS可能都是壞的 那現在LS可以用了 對 對 對 那這東西也許看起來很壞 很難用 可是事實上 他全部都青菜蔬果 得起成的 非常非常非常 pure的open source 跟free software的東西 他對你非常的健康 那 如果說你真的願意願意 靜靜的看他 好好的看他 你會發現他其實還蠻可愛的 對 那 不論如何 其他什麼東西都假的 他不會吃人是真的 而且他是真正的正道 對 那 我現在的話 10秒鐘 10秒鐘 7 6 5 4 3 Demo Live Demo Live Demo 謝謝你 謝謝你 等一下找他啦 在那個街坡車上面 6點半